他在脚手架上校服 我是一名农民工 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工地上健身 我很享受每一次汗牛加倍时的快感 拥有百万粉丝 却依旧为生活而动作 上月就三十天 你从出来六天 就感觉 赚钱太不容易了 班砖小伟即将为您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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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是班庄小伟 我是一名农民工 但是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工地上健身 我很享受每一次汗流浃背时的快感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疯狂 汗水才是我的解药 我要让青春在热血中闪光 我就是我 一个奋斗中的班砖小伙 工地上的钢管架 推砖车等建筑材料 都是班砖小伟的健身器材 在完成好期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做物吉他的 都联合 น国 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工地宿舍旁的空地还有房顶 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小伟的健身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水天空地不能正常施工 正好是小伟健身的好时间 今年22岁的石神维 网名叫班砖小伟 他在工地上健身的视频上传网络后 目前受到130多万人的关注 15年上半年就是这个工地 我就是在这个工地第一次上的热门 就是干的那个大历 当时里面都是架子 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架子里面做了两个动作 出乎小伟意料的是 这条道立俯卧车的视频 播放量越来越大 后来上了热门 之后就持续上热门 就粉丝越来越多 关注越来越多 当时就是纯粹的是一种记录 纯粹的就是见证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时就感觉 这上热门不可能啊 太难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经常看那个快手粉丝加了多少 比较激动 这个架子是我自己搭的 因为在里面的话比较狭窄 所以我自己就是利用晚上吃饭的时间 和我表弟过来搭了这片架子 然后差不多用了五六分六米钢管 还有三四根四米钢管 和二十多个扣件 然后每一个扣件 都是我和我表弟自己亲手砸上去的 弄得很牢固 那个安全性和稳定性都比较高 然后这里就是我下班之后的健身天堂 小伟现在的建筑工地 位于福建泉州黄山村的一座山上 工程的整体框架已经建成 现在正在进行顶部的施工 自从在网络上被广泛关注之后 小伟每天晚上都会上传健身视频 动作难度越来越大 这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一时间邀请他的媒体也越来越多 这一天小伟接到了地方电视台录制节目的邀请 要他到电视台的演播室现场去表演健身技巧 有个编导就跟我打了电话 参加节目 后来他就直接跟我订票了 当时其实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内心还是很难抉择的 因为第一个我感觉我自己练得也不是挺好 第二个的话我跟空头请假 你请假的那几天都没有钱 那绝对影响我的 像我真要的人时候他走了 你比方说那这几天天地好 我必须把这几天的生活赶出来 真需要他的时候 要不要到电视台去参加节目录制呢 班砖小伟继续为您讲述 工地上人手紧区 小伟却接到邀请去外地参加节目录制 最需要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电话来 他能否顺理成行 班砖小伟继续为您讲述 他在脚手架上教育 我是一名农民工 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工地上健身 我很享受每一次汉牛夹背时的快感 拥有百万粉丝 却依旧为生活而动动 三个月就三十天 你从事了六天 就感觉 赚钱太不容易了 班砖小伟继续为讲述 小伟来自湖北大姐市龙脚山村 这个村的村民多以外出修建房谷建筑为业 小伟的工头是他的大族 也是家族里在外修建房谷建筑的带头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工头 我的伯伯 因为从刚开始干活的时候 他就对我非常严厉 按道理说干活的时候不存在长辈关系 我们就存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工头和一个工人的关系 直到现在也是对我干活 各种各方面都要求很苛刻 做手艺的时候有时候不情话 我经常打他呢 还骂他 经常教育我干活的话 一定要不要怕吃亏 不要说那么脏活累活 都让别人干什么的 小伟的父母多年来一直在开封打工 从小学开始 他一年最多能见到父母两三次 他和姐姐成了留守儿童 由奶奶看管 当时主要的就是非常喜欢上网 非常喜欢玩游戏 然后也不怎么爱学习 就是跟那些 每个学校都有几个混的嘛 跟他们一起 比如说去厕所里面抽烟 我不抽 不过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一起玩 当时回去之后 就会问奶奶要钱嘛 什么物理试卷费 化学试卷费 三十五十的要 其实都是没有教的 都是问奶奶骗的钱 他拿那个钱就上网了 肯定是这样 他骗的我呢 我也不知道是吧 初中毕业后 16岁的小伟 选择到大伯的工地干活 因为没有任何技能 只能干搬砖 台钢筋水泥等重体力活 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 他深有感触 就感觉赚钱太不容易了 两千块 竟然要了我半条命 太难了 当时拿到钱就感觉 就是上网用那么多钱 和冲游戏用了那么多钱 就感觉自己好没用 由于当时年龄也小 本身比较瘦 小伟一开始不太适应工地的生活 而他的初恋女友 也在证实向他提出了分手 让他继续难以接受 我当时有一种想自杀的想法都有 就感觉活着非常不易 第一次跟我女朋友分手之后 第一爱年下半年 就感觉还没有寄托的 然后看到了视频 是在区域空间别人转发的一个吧 看到之后就感觉太酷了 我就想我也要练成这样 那可以说是一个萌芽 然后就自己买了雅铃 在工地上每天下练 不过也打造了一点基础 我当时就是 这是我第一个看的视频 我和摄影师一起看的 当时看到他们做这个营地向上 做了17个 我就特别羡慕 后来他们再做了一个叫做双利弊的动作 我就想 如果在钢管架上面 我能一下从下面拉到上面 我干我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后来我就 第二天就开始实施的 每天在钢管架下面 有空的时候就拉营地向上 比如说来了一车砖 我卸完了 然后可以休息一下时间 我就会去练一下 现在看起来还是热血沸腾 手心冒汗了 这个健身视频 给小伟的打工生活带来了改变 五年来 在工地上班十个小时之后 他都会风雨无阻地 在自己搭建的钢管架上断电 下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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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这样的剪都弄掉了一块 现在要把它扯掉 不然它经常摩擦的话会很痛 其实这个抱剪都是水 很常见的事情 我前一日子这个剪就是一个月之前破的 然后这个是15天破的 现在都好了 这个抱剪的话 对于我们练这个健身运动是非常好的 不然手太嫩的话 你随便旋转都非常痛 现在像我练这些动作 手都很适应 感觉抓得很舒适 小伟坚持健身的热情 还带动了身边的一个好兄弟 这位就是我的御用摄影师 从15年到16年 他差不多已经帮我拍了两年的快手 就是在哈尔滨和福建的工地 每次我们都是下班完之后 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帮我拍快手 我们有时候回去的时候 饭菜都已经吃完了 所以我特别感动 每次我买的水啊或者面巴 我都会分给他吃 我们的那个感情特别好 我就是他是在我性质生活中 我唯一的一个好兄弟 发的那些炫酷的视频 还有上热门的视频 都是我的御用摄影师帮我拍的 大部分只要他拍 只要经过他之手 差不多都可以上热门 因为如果我一动一块砖头 在那里隔着拍的话 他画面不动 没有那种很炫酷的感觉 像他的话 我该劲的时候 我精力动作 他可以照进一点 肌肉收缩很明显 然后动态动作 他可以往后拉 往后拉 可以看出来整个悬崗的过程 然后如果在高速的话 他也可以蹲着 这样显示的很高 那种视觉效果非常突出 所以他 功不可没 就是我在刚开始 出来做事的时候 跟他在一个工地 也跟他一起锻炼过 锻炼三个月 之后也坚持不住 不要来的 太累了 就放弃了 他一起锻炼 锻炼 他那时候说到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骨头都要累闪下 不过也坚持了三个月 那段日子他也进步很快 他就每天帮我拍 中午下班之后也拍 晚上也拍 拍成习惯的 每天只要我拍完之后 就我先没有制作 吃完饭之后再去制作 就迅速吃完饭 制作之后发出去 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内 就上了热门 就是特别高兴 我说看看看 我又上热门了 就非常激动的那一种 一与两个月就加到了五十多万 就是加的速度很快 就是有他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功劳 我那时候会要求他在架子的上面 就是从上往下拍的那一种 也挺危险的 就是架子旁边都没有那个木板 没有走路的地方 天下感 看一下 看一下你拍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角度 对那个鞋子一定要照拍出来的 不然别人以为上面有只手跟我拉着 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 小伟还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一家饮料厂商找到小伟 用他在工地上 十分劳累的干活之余 还坚持健身的画面 拍摄了一则广告 就是这样一个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让小伟挣了五千元钱 那是真的很意外 发来之后他就给我打了五千万 其实很容易拍个视频一几分钟 就感觉 就感觉自己慢慢地 竟然能够原来从来都没有想过 原来就感觉自己可能跟家乡的人一样 每天就是干活 为了钱操心 就是很平淡很平庸很平凡的那种 没想到自己能接这种比较好的那种广告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就更加坚定的 自己一定要在健身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觉醒 他做这个事情也是种好事 可以说是种正道 正能量吧 难不住他 这回其实我心里不想下去 但是没办法 你去吧 当你去之前你小姨姨尽量按展电影 你参加结果怎么样不管吧 只要当你去了 精神可以了 但是必须平安 从16岁开始一直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的小伟 参加节目录制能否顺利 请继续关注 搬砖小伟 工地上摸爬滚打六年 在灯光闪耀的录制现场 小伟能否稳定发挥 哇 搬砖砖小伟 他在搅手架上跳舞 我是一名农民工 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工地上健身 我很享受每一次汗牛杂尾时的快感 拥有百万粉丝 却依旧为生活而动作 上月就30天 你从事了6天 就感觉 赚钱太不容易了 搬砖砖小伟 继续为您讲述 来到录制现场之后 小伟首先检查了下健身器材的稳定 这棋涂得太厚了 光滑太滑了 他如果直接甩个360 就直接甩到地上去了 没有一点手感 太滑了 挂挂挂不住 明天还是要打磨 太滑了 第一个就是需要一个打磨机 就是那种用手这样磨的打磨机 就是叫角磨机 然后还有一个砂轮片 砂轮片是那种打磨的 是不是那个切割的那种 不是切割 它是专门打磨的 打磨机 你新店都有吗 对有啊 那个东西不贵一百多块钱 不是贵不贵 我这关键是上哪里找的 嗯 你跟他说 你如果去买的话 直接跟他说 就是说 因为找不到 就是说你直接这样说就可以了 你说这个东西 这个刚晚上很多锈 我要把锈打磨掉 打磨光一点 他就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我到时候我等一下可以找一张图片给你 我想让他们其中 然后的话还要砂纸 砂纸的话也要 砂纸的东西 哦 对对对对 试试这个东西 试这个东西 试这个这个 这个脚磨机 就是这个脚磨机 脚磨机 对 明天早上我可以自己过来打磨 我做跳杠的话 比这个晃性还要大一点 就直接直接转 稳定性一定要好 不然第一个做的比较 不是特别好 第二个还危险 剧组人员按小伟的要求 聚买了工具 小伟也利用这段空闲 熟悉场地热身 看你能不能前进 还不过 是吗 没错 宾萝丝 没有收到 剧组人员 我们这边不放 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 我们这边不放 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 对对 对 慢点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 就是这个脚 这个脚我刚刚在那个舞台看了一下 它那边是那种玻璃的地板 玻璃的地板的话 这个脚没法固定 它就是把膨胀螺丝下去的话 它也会晃 因为它没有受力点 没有受力点 我做特别是对我做那种跳杠动作 需要它的稳定性非常好 如果它的稳定性不好 我做那个单杠大回环的时候 就会被甩飞 然后的话像那种跳杠的话 我一跳它晃的话 我的力就直接卸掉了 所以我做了工作 对这个单杠的要求特别的严重 如果它没法解决的话 就只能降低难度 做简单动作 器材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因为毕竟下午就要过来 等了晚上就要录制了 然后这个手的话 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这个手这个剪 尚围我在工地的时候 就是涂了霉粉 然后钢管的摩擦力很大 就是转一圈去抓那个钢管的时候 没有抓住 这个就直接把这个皮都磨破了 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好 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不敢用权力 因为你完全是状态最好的话 你可以拼命权力去抓 无所畏惧 现在的话就感觉 哎 我有一点想法 就是我跳这样转抓的话 会不会把这个简用磨破 就有一点点顾虑 对 对心理的话有一点考验 这样不行 这样越打越滑 这个片子不能用 这个工具已经买回来了 不过他这个打磨片的话买错了 这个打磨片上上去 这里的话就会越打越光滑 就是很抛光的那种感觉 这样的话 手感的话还不如 那个油漆好一点 所以现在就让他再买了另外的打磨片 重新再打磨一下 由于不熟悉健身器材 打磨工具也暂时没有到位 有些着急的小伟催促着编导 你问一下他那个砂轮片到哪里了 我们这边很急啊 我打磨最早要弄一两个小时啊 打磨之后还要用砂子 在节目录制前的三个小时 按照小伟以及健身伙伴的要求 常众设备运来了 打磨工具也已经买到 不过我觉得还要试 应该多放几个根蛋 这个呢 这个就是上午的话 它砂子太细的 越磨越光滑 所以他现在的话买了这个新的砂子 然后现在要赶紧把这个器材弄好 不然马上就要开始录制的 到时候器材做好之后 我还要把那个沉重的东西压住之后 我还要去尝试 因为到现在为止 要做的动作都没有尝试过一遍 心理还特别没有底 其实我现在的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我平时在工地上练的 都是粗钢管 然后这个环境的话是在舞台上 旁边那么多观众 我的心理素质特别差 所以还是很担心失误 希望这一次录制一切顺利吧 在这个舞台上 我要以最好的状态 去迎接这一次的挑战 马上就要上场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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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天哪 我来到这个舞台的话 我主要是想突破一下自己的心理恐惧 因为我的我个人的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面对舞台各种灯光 然后我旁边坐着那么多的群众 我就感觉特别紧张 我非常害怕失误 如果我做动作失误了 我怕我跟我一起上舞台的那些兄弟们对我失望 我不想拖累他们 其实心理压力特别大 因为我网络上关注支持我的朋友们特别多 我就是说心里有一个包袱可以说 每天在工地上的劳累都会抛肢 然后我通过网络也认识了全州这边边防派出所的战士 然后他们也特别喜爱健身 我每次下班之后有空的话 我都会下去找他们交流 切磋健身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这也让我非常感到充实 从沉迷于网络的流手照片 到如今拥有130多万粉丝的晋身达人 22岁的小伟已经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和发展方向